親愛的你在哪邊 有看到我呈現一個迷蒙的狀態嗎 現在是12點 因為我們現在很晚才到飯店 因為我們剛剛去吃黃雅華雞吃 然後我喝了一些酒 然後 我們現在在吉隆坡的喜來登帝王酒店 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是很古典的那種感覺 看起來有點那種美式舊舊的那種味道 我個人覺得這個風格蠻像台北的浮華飯店的感覺 然後它的大廳稍微比較高挑一點 然後有很大很大像水晶燈的感覺 沒錯 給大家看 它現在很晚了 所以 我們就check in 剩下是明天拍 可是老實說 這麼晚check in 人還蠻多的喔 真的 聲音應該很不錯 三星攀夜跑來這邊幹嘛啦 這邊像不像那種 就是你會在這邊辦舞會的感覺 超多水晶燈 有一種無限延伸的感覺 而且超大的喔 對 我們現在是從Lobby走到二樓 我現在頭比較大 那我們要把我準備進房間了 要要要 太累了 直接去房間 對 剛才這個 幫我們搬行李的這個服務員 就跟我們聊天 跟我們說 就是 他們有去過台北 覺得台北物價很高 可是其實 老實講 我個人認為 吉宏波現在物價 也跟台北沒有說 真的差非常多 好 332次到了 它的門是很典雅的耶 灰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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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滿大的耶 不錯耶 我們明天早上 再來接招吧 早安 現在是早上 我們昨天什麼都沒錄 然後我們打算先吃早餐 我們昨天住的房號是3324 然後有人今天穿新衣服 是不是很好看 衣服 非常很好看 大推 然後我們房間還沒拍 晚一點再介紹給各位 我們想要先上去LUNGE吃飯 LUNGE的早餐是在 好像是38還是39 在頂樓 然後我們都帶著功課 電腦 什麼的上去 其實LUNGE早餐啊 好不好吃啊 就大約知道這家 飯店對飲食 有沒有很注重 我們這次是訂便宜的 很便宜啊 2500的樣子 就四個人一間房 就那間房 2500 我覺得很不錯 LUNGE再舉 幾樓 30 好像是38 那間房子 這裡是蛋蛋 還有面面的車站 欸有不錯欸 我上去還有一區可以煮熟食的 現在它的早餐你覺得如何 目前看起來覺得很不錯 我是覺得它的環境還算舒服欸 大家可以看那邊採光很好 欸外面就看到雙那個吉隆坡塔欸 這個位置其實真的非常不錯 而且再次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間房間才訂兩千多塊 他的浪爵早餐啊其實也是 該有的都有啦 對 那東西雖然說沒有到很多 可是選擇上來講我覺得 也算是非常的足夠 老樣子你要吃一下歐姆蛋給大家看 必吃 必吃 歐姆蛋就決定了它好不好了 叛生死 可是剛剛進來的時候我覺得 嗯就是 服務人員感覺很忙 沒有即時受到服務的感覺 因為 起來真的是等級稍微低一點點的 對 所以沒關係啦 好我們吃一下 嗯 好吃嗎 不錯啊 藥也是很多 很多齁 嗯好吃 好吃 好啦這間浪子 算是以這個價位真的是非常棒了 很划算欸 對 真的非常划算 好啦等一下我們去看一下房間長什麼樣 我們要進來我們的房間了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我們這次住的房間 是這一間 是3324 可是你也可以看得出來啦 其實我們這個房間就是沒有特別大 就差不多 它感覺好像 這層人物沒有套房 所以 那我們這次到底有沒有被升級 我們也不知道啊 它可能 一般的房間就是這麼大 它比一般的 稍微大了一點點 我覺得它房間算大的 對 比較大的 對 因為這一間是 有更衣室的 一進來這邊 這裡是mini bar mini bar 那更衣室在這邊左側 然後廁所是在這個前方 那mini bar有什麼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 mini bar它沒有咖啡家 也沒有什麼的 就是比較簡單的 對 這邊有個熱水器跟濾湖 熱水瓶在這 然後這裡有杯子 咖啡是歐燙的耶 是歐燙的喔 哇 不錯耶 對 是歐燙的耶 今天在林的最愛就是歐燙咖啡 帶走 而且它的茶是這個耶 不乖 TWG的 哇 都是也是用得不錯的喔 帶走 然後這裡有附一些 這個要收費的餅乾跟泡麵 然後mini bar 它這個冰箱也是比較特別的 連在一起的 連在一起的 就是該有的氣泡水啊 它一個海泥根都有 只是這個都要付費 所以我們暫時不會喝 對 先放著 先放著 放著 我有空再來拿 然後我們看一下廁所 這廁所我們用過啦 因為這已經是第二天了 跟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個 你可以非常明顯感覺出來 它是用舊 就是肯飯店舊 有改過一些新的裝飾 對 它就是今年改過啊 喔 真的喔 它就是舊的 它就是其實這飯店已經有點久 那今年是稍微再重新 全部大整修過這樣 對 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 不過就是整個顏色看起來 燈光哥方面來講是蠻亮的 蠻舒服的 對 我就是還算舒服 而且它的鏡子就是這個幅度 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對 那 而且你剛好每個角度都可以看到 然後這裡是 洗臉盆 對 那這裡有一些束口水啊 乳液 然後這是棗 對 那又有牙刷 這個是針線包 浴帽 對 化妝品的部分 還有刮虎刀都有 對 洗臉盆的備品大部分都是掛自己的牌子啦 沒有跟什麼知名品牌合作 洗臉盆幾乎就都這一家了 對 對 大部分都是這樣 對 可是最近有附屬口水喔 喔 還蠻加分的呢 對 然後接下來 妳先講這個門 沒關係啊 一切都合理對不對 對 沒有 嚇到 不合理 對 它就是卡那個東西就啪一聲 感覺超恐怖 超怕它掉下來 可是我自己覺得啊 因為其實我們是東方人 我們比較不習慣這種蓮蓬頭在上面 它沒有一個拿著的蓮蓬頭 所以在洗澡的時候 就會感覺像我的屁股喔 感覺就沒洗到 你要你要你要把 手伸進去 這樣抬這麼高 抬高眼睛 我習慣不一樣 每個人習慣 這邊喔 馬桶 對不對 它這個角度是 感覺是用一個零零角角 做了一間廁所 可是其實感覺上 使用空間不算小 那這裡也有浴缸 浴缸這邊是個大的鏡 對 因為其實比較 這個一定是後來加裝的吧 這是比較舊的方式的補置 但是加一面鏡子感覺 整個空間感就變多了 對 然後它的蓮蓬頭是在這裡的 對 沒錯 所以一樣可以用 只是它沒有那個可以 插住的地方 你只拿來這樣沖一沖 那它這一間呢 它有這個 最近這幾間都沒有 喔 這是洗衣繩 洗衣繩 真的很方便 對 可以這樣子 就可以亮 好 不錯耶 洗衣繩 對 已經好久沒看到這種了 對 蠻多了 最近好幾間都沒有 好 我們再走出來看一下 走出來 這裡就是更衣室 更衣室 對 它更衣室這裡有 大量的收納� 還有一個保險� 好 等一下 我先記得把我們東西拿出來 等一下我們會忘記 好 這樣 欸 裡面有誰 新鮮菜裡面有錢包耶 抽走 放在我口袋 那去後面多少錢 後面只有帶一千多塊台幣 這邊裡面還 最方便的是 如果你要住很久的話 我自己覺得啦 這邊有很多抽屜 可以把衣服分門別類 就是做 放自己喜歡的 好 好 等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房間了 再來這邊就是它的房間了 不得不說它電視上是大白的 LG的 這間房間最大的優勢啦 它是兩個雙人床 雖然它的雙人床是小的啦 可是現在很多都沒有類似這種家庭房的配置 不過喜愛燈還有 所以非常的棒 很開心 對 這樣我們就一個大人配一個小孩 這樣睡起來比較剛好 然後這邊呢它還有一個桌子 老實說它這個桌子還蠻大的 嗯 我們放兩台電腦都夠了 因為一般大概頂多放一台 然後就會很擁擠 可是這個就可以放兩台電腦 我們兩個在工作的時候就可以 還可以互相討論東西 還蠻方便的 對 這個就是Youtube人生 我坐這邊 新年菜林坐這邊 我們晚上走在這邊打電腦 然後它比較 你看喔 新年菜林站在這邊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床 到這邊之後 然後這邊的空間是比較大的 有沒有 放了行李啊 什麼還不會 感覺很擠啊 就是它的走道 所以 它其實房間是比較寬的 對 所以說比較舒服 然後還有這邊也是一樣 像一般第二張床 到窗戶啊 有時候會很擠 可是它這邊 也是稍微 比較寬的 對不對 對 然後它整間的飯店的色系 就帶一點 銀色跟金色 對 就是比較 都呈現像這幅畫的顏色 幾乎整間飯店 都是以這些色系為主 飯店 這邊 玻璃這邊一面看出去 這邊就是捷運站 對 這邊有捷運站 很近 而且對面有個蠻大的 shopping mall 所以整個來講 其實這邊 我在想 因為我們都不是做捷運 我們都打grave 可是我想周邊的機能 基本上也不會太差啦 對 可是你要認真找一些 應該還蠻容易找的 你看SOGO也在那 好吧 那整個房間 就是 這樣子 全世界 全社交警報告 好